我和小岩这一趟带娃来西安已经有五天了 结果呢下了四天半的雨 今天终于晴了 带娃出来溜溜关 这天一晴啊小孩子就都出来了 好好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祖哥我听人家说是咱们家里边都下暴雨了 而且街道都烟了 对啊但是在小区这一块啊 基本上没怎么下 最多可能也就是大雨 没有那种大暴雨的 咱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娃都已经三天没上学了 你都三天没上学了 没事 现在念的也是拖班啊 他在拖班里也是玩 在西安也是玩 没事啊 没事 啊没事 你们看一下有这么当爸的没 他说娃在哪都是玩 现在我和小岩带娃来到了峰会区绿道 这边人还挺少的 很适合溜王 有人行走的区域 还有自行车的区域 旁边呢就是峰会区了 我看一下看底下的有没有水啊 水不是很多 小优秘你来 追妈妈的跑步 累不累小优秘 累 你都没跑两步就累了啊 你看人家小朋友 骑车车骑得好不好 从这个坡的下面都骑上来了 这边还有打牌的 坐下这个路上打牌 两块嘛 四下通风 小优秘特别喜欢看小汽车 站在这个天桥上 好好地看 小汽车开过来了 是不是 这个峰会区绿道啊 就在我们小区的旁边 本来是规划 是高仙区的一个观光走廊 有船 有商业区 商业街啊 等等等等 但是这几年啊 我们周边了 变化挺大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还能不能建起来 之前咱们俩来这里的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一片废墟 而且看起来特别的荒凉 十三花最辣小区吗 应该算是吧 不过你看 这几年发展的挺快的啊 对 你看这边的高楼大厦 很快也都建起来了 还有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峰会区绿道 还有这边 这边你看一下 已经建了很多很多的小学了 中学是吧 对 学校特别多 西安高仙区的十四小学 对 这边是什么 这边 西安软件员的写字楼吗 对呀 你看 滑浦 都能看点山 不得不说雨后的空气就是清新 而且呢 也特别的凉爽 就是蚊子太多了 应该是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把蚊子都饿坏了 呀 一个街都往人身上侧 小元 你看 咱小区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天覆地 这次你有啥感慨呢 我觉得咱们两个在农村待的时间太久了 来到城里边都有点不太适应 而且想到咱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咱们两个得好好的考虑和规划一下 不行就来西安发展吧 主要是咱来西安有没有一个能支持出生计的事呀 哎 不行的话 咱们就做个小本生意啊 或者说摆个摊 干个啥的 你觉得呢 可以 那就再考虑考虑吧 你让朋友们给他出出主意吧 对呀 谢谢大家